回家的路变成了这样也太辛苦了吧 有人哦 回家必须要像过障碍赛一样 爬坡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两个人一个人站在家门口 一个站在马路上 落差一公尺 半个人的高度 一个承认大脚一跨都快跨不上去了 这是家门前的新建道路 民众回家像在爬山 时空中的堆高机更不用说 只能在低洼的道路中来来回回 还有这一段马路高高低低 民众骑脚踏车回家 先得突破重重障碍 实力抬车才能跨过十几公分的落差 挖土机来来回回 扩建中的道路就位在台中大理 沿线都是住家和工厂 因为施工单位规划有误差 道路凹了下去 落差从十公分十五公分 到最后面落差一公尺 民众大骂真的太夸张 公共工程怎么会出了这么大疲漏 施工单位强调会做斜坡改善 不过看看这个画面 高低落差有一公尺 这坡度有多斗可想而知 追溯含蓄心理资贤 台中报道